謝謝 老入命 必須這樣抄就還不會出插座 安安靜音唱 就肯定要出插座 還是要唱跳 對 丁曉雯老師請 智豪 我覺得 你的基本功非常強 音色也非常飽滿 我覺得這是你唱歌最大的武器 但我最近就是觀察 我發覺智豪 在詮釋一首歌的時候 就是因為 這個唱歌的條件太好 我有的時候會覺得 好像不夠深入 這個歌的情緒裡面 為什麼這樣講 是我覺得今天聽這個歌 不能說你不會唱 你還是很會唱 但是我一直覺得 你在用一個第三人稱的角度 唱一個第一人稱的歌 我愛過 淋淋的風 千秋是無意義的音樂 我覺得它是一個沉澱的 要很沉浸的一種心情 但是你比較像是一個說書人 在講一個故事 我要說的差別是這個 我很希望是聽到智豪是 你今天真的經歷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感覺 然後你沉浸下來 你可能是 無意的跟朋友 訴說這一段故事的 一個起手式 我們可能聽到兩句就會覺得 開始麻了 你知道嗎 我希望智豪給我的感覺是這個 我覺得你要過的關是這個 只是希望你 有,老師,我懂你的意思 更上一層了 你希望我更進去這個歌的詞意裡面 對 就是好像你就是那個當事者 對,但是你不要雕琢 你要真正懂 懂歌 好 然後自然的唱出來 因為你的條件夠好 你自然的唱就已經會很好了 好不好 我希望你跟上一層了 謝謝小雯老師 好 然後蒨時 蒨時真的 這歌其實很難 因為單是他的節奏性就很難抓 歌詞又密 需要很足的氣 雖然今天有幾個換氣點 不是那麼的完美 但是以現場的演出 能夠唱到這樣的地步 也只能說你這個 意高人膽大 但是我真的覺得蒨時 你加上一些別的演出 會讓你不是那麼執著 在你唱歌的每一字 每一句這樣雕琢 你一旦不是那麼專心 在這個事情上的時候 你真的比較放鬆 比較自然 你今天的高音 比前幾週好太多了 我覺得 蒨時 活過來了 刺青會覺得 你把自己關在一個牢籠裡面 今天覺得說 你終於打開門 站出來看藍天了 我也鬆了一口氣 要不然我們聽你唱歌 也是有壓力的 希望你繼續保持好不好 好 很棒 兩位都很棒 加油 謝謝老師 周治平老師請 志豪這首歌 我覺得 大概百分之九十 都已經做到很完美了 我照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我希望說 你能夠 就是 把自己的情感完全放進去 不是只有歌而已 就是把你的人也放進去 因為你的人 如果說照那個歌詞 這樣去生活 如果在感情的界線裡面的話 人是會崩潰的 唱歌如果能夠唱到那個地步 就已經不在乎什麼音準 那個什麼表情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你整個人 就在那個歌裡面了 加油 謝謝老師 蒨時 你在舞台上整個的表現 其實是放鬆的 其實放鬆對你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狀態 好 如果說你能夠每一場都是 包括你唱情歌 包括你唱在舞台上 做任何的表現 如果整個人是放鬆的 你就能夠發揮自己最大的潛力 好不好 加油 好 謝謝老師 好 這個階段我們來看 曾智豪 《我愛過》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今天的表現近乎完美 分數來到878889 90 91 小數點上升非常快 92 是多少 恭喜得到92.3分 因為算是算很高的 對 老師也是建議我 如果還不錯 還可以再更好會更好 對 92.3已經很高 慢慢還要有進步空間了 對 你一次唱到95分 我看怎麼辦 不要 我朋友 今天分比不好 對 他還想唱96了 對 接下來看楊蒨時 《因妳而在》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今天的完美演出 衝容不破 表現分數來到88 89 90 91 小數點繼續跑 92 是多 得到的分數是92.2分 接下來介紹3號參賽者